8月重啟的台博旅游泡泡后继无力 11月的航班载客率只有一成 让华航不得不取消班次成了零航班 不过这也引发了帛琉总统会数人的不满 华航昨天表示 会全力配合台博两地的政策 12月将会飞六个来回航班 8月重啟的台博旅游泡泡 当时因为国人有接种疫苗的需求买气旺 但现在台湾的疫苗供应充足 也让台博旅游退收 交通部长王国才直言 11月起每个航班只有十多人 载客率一成 因此华航取消班次 但零航班让博旅总统会数人很不满 批评华航没有认真对待博旅的旅游市场 王国才表示 观光局已经与旅游业者们进行讨论 加长行销 希望能够就产品的部分再做一些优化 让它的吸引力提高 然后外交部跟我们这边 也密切的讨论 现在就是以十二月当做一个目标 赶快让我们的班次能够更稳定 有别于十一月大砍航班 华航二十二号晚间表示 会全力配合台博两地政府的政策 十二月将安排六个来回航班飞航 也将持续和旅行社合作 共同推广博旅游 交通部长王国才希望透过外交机制 一起行销 可以促进两国交流 五天的台博旅游泡泡行程价格至少三万元以上 旅客返台之后不但要进行自主健康管理五加九天 还要三次PCR其中两次自费旅游业者就判防疫措施能够再放宽 博留旅游泡泡的防疫规定 有没有机会再放宽 指挥中心回应 交通部和外交部以及指挥中心会再研议 记者综合报道